巡演终于华夏据点 我们留下了一生难忘的回忆 2021年11月 台湾椅子乐团结束在大陆的第四次巡演后 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这样的话 二十余个城市数千公里的行程 这是迄今为止椅子乐团最长的一次巡演 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然后到不同的城市唱歌给不同的人们听 椅子乐团的音乐之旅 始于学生时代的吉他社 主唱兼吉他手邱永静 陈仲颖和贝斯手孙伯源相识于高中 首张专辑《抚育问世》 就获台湾精英创作奖三项奖项提名 2019年乐团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 随后开启了大陆巡演 我们来巡演就是觉得受宠若惊 因为所有的观众都很热情 然后就蛮开心的 因为来之前其实完全没有想过听众那么多 然后大家非常热情 大陆今年大热的综艺 乐队的夏天也在2020年邀请到椅子乐团 这是三人首次参加选秀节目 但是乐队夏天之所以让我们想参加的原因是 因为参加的全部都是乐队 然后他的赛制并不是说我觉得什么第一名第二名什么 所以还好所以对我们来说更像是来分享音乐 持续近两年的新冠疫情增加了巡演的变数 在停下来的缝隙里他们持续创作打磨新歌 不预设专辑风格 不给未完成的歌曲强加主题 生活中乍现的灵感都会成为他们的创作来源 总的来说其实就是生活上的各种事情 但是我们平常都会慢慢累积把它记下来 然后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我们就觉得可以了 就是这些周遭的任何讯息都消化完了 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在巡演的过程中 他们经历了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 今年有趁一些空档去海南岛 然后海南岛就很多人在那边冲浪 所以我们的第一次冲浪经验在海南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巡演 然后是12月第一场就在哈尔滨 所以我们是第一次到一个那么冷的地方 我比较有印象的像比如说 成都东西很好吃 在呼和浩特吃地道猛餐 在海南冲浪 在哈尔滨感受冰封天气 经历北京初雪 当这些体验分享给在台湾的家人 他们其实蛮羡慕的 乐团成员们希望疫情后 可以带家人一起到大陆游玩 我也是期待说疫情结束以后 可以一起来 对啊 我觉得一起来 那应该还蛮好玩的 因为毕竟我们在这边看到很多新奇的事情 就觉得好想跟他们分享 那我当然就会想说 希望之后真的有机会 大家可以一起来玩 谈及明年将推出的新专辑和未来发展 成员们说 做音乐不是一张专辑红了就可以 要花很多力气持续做下去 未来希望像自己的偶像音乐人一样 被更多的人知道 被更多的人认可